各位好 今天是星期五的晚上 我想在这个部分 想要分享大家 听故事就好像是在品尝到 很美味的甜点一样 所以呢 今天我选择在第一集 分享大家有关于这个杰林 这样的天气 这样的氛围 很适合听一本故事叫做 十片叶子 随风飞扬的十片叶子 这是一个来自德国的绘本故事 那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 随风飞扬的十片叶子 作者莫勒 柳树上有十片叶子 秋天到了 叶子摇摇晃晃 就要掉下来了 一阵风吹过 叶子从树上一片片飘落 随风飞扬 第一片叶子落在小溪上 它成了炸猛的救生体 因为炸猛也不小心掉到水面上了 松鼠把第二片叶子捡走 它成了松鼠家的一部分 第三片叶子 掉到公园的小镜上 一个路过的女生 临时找不到便条纸 就把电话号码 记在叶子上 孩子们搜集了公园里的落叶和各种植物 回到家后 他们把最漂亮的叶子 做成鸭花 于是第四五六片叶子 就变成画上的小鱼儿了 孩子们还把叶子 做成其他的玩具 第七片落下的叶子 变成灯笼上的装饰 第八片叶子 变成小船上的风帆 第九片叶子 飘到枯树枝堆里 有一家人正好在收集木材 准备生火烤香肠 叶子也跟着枯树枝 一起在火焰中燃烧 第十片叶子 没有飞得太远 它正好降落在柳树旁的土壤上 土里的小虫正一口一口咬着它 最后 蚯蚓把叶子藏到地底下 大块朵頤 被吃掉的叶子 变成蚯蚓的粪便 成为柳树的肥料 隔年春天 柳树根吸收了土壤 柳树的养分 就这样 飘落的叶子 帮助新长成的嫩芽成长 很快的 柳树上又长出了十片新叶子 故事说完了 我很喜欢这本书 因为 即使是一个很叙述性的 带众的把十片叶子的去向 做了一个铺陈 但是 比较感人的是 它被不同的情境 有不同的作用 然后到最后 它落土 变成养分 然后再滋长出 全新的十片叶子 就让我想起 一颗麦子的故事 也就是说 好像你会想到就是 生我必有用 天生无才必有用 那不管生命的长或短 在落叶归根的那个时候 虽然感觉上好像是 生命走到这个时候 不管是年纪轻 或者是中年 或者重年 或者是老年 当他生命到了一个 段落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一个结束 他只是另外一个旅程的开始 那这个旅程是 他对于自己 是另外的一个贡献 还是他为后面 还记得他的人 关爱他的人 或者是即使不认识他的人 对于他的 暂时 这个阶段 必须离开了 然后他的灵魂 他的生命体 也许我们看不见 但他的能量 转化成另外一份 对我们来说 其实对这个宇宙来说 都是有意义的 那就是一种生命能量的传承 他成就了别的生命 或者是他的生命 又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 再呈现出来 我这里不说太严肃的 比如说是轮回这些的学说 或者是看法 但是这本故事会让我在思考 即使是会很思念自己失去的亲人 或者是曾经不小心掉落的东西 透过这本书 我都可以慢慢的释怀 虽然情感上还是不能放下 但是那个已经可以慢慢收到 最心里深处的一个地方 角落好好的收好 然后我因为他们的爱 然后可以陪伴着我 再往前走 我想这些我失去的 不管是人 不管是物 他们也都是像这十片叶子一样 他们又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 出现在我面前 或者是我还没有看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礼拜五第一集 在这个秋天 越来越深越浓的这样的气氛 秋雨一阵一阵下 我想把这十片叶子送给您 也许您在路上走路 或者是在公园散步或者运动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落叶 我想那个时候 你在想起我讲的这十片叶子的故事 我想你会会心微笑 好 我们就下个礼拜